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它說 那這個呢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ハド這個字呢 其實在日本蠻常見的就是鴿子的意思嘛 接著後面呢這個叫做 ヤチョウ ヤチョウ呢其實呢就是野鳥的意思 接下來下一個呢叫做 エサヤリ呢叫做 餵飼料或者是給飼料的意思 前面這個エサ呢 它其實呢就是飼料的意思 後面這個ヤリ呢 它原本是ヤル這個字來的 其實它就是給的意思嘛 所以它叫做給飼料 最後呢禁止呢就是禁止嘛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文法的一個部分喔 這個ヤ呢就是 漢或者是禍什麼什麼等等嘛 以及什麼什麼等等的一個意思 這個エロ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喔 這個待會跟大家講的比較仔細 這個エロ呢你可以把它想成這個 エ呢原本就是ニ嘛 你像什麼的什麼嘛 ノ就是得嘛 所以呢整句話呢你就可以翻成 禁止呢就是呢像鴿子呢還有野鳥等等呢 餵飼料這件事情喔 我們來看一下它整句話到底是怎麼過來的 就是這邊的餵飼料呢它是怎麼過來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邊呢大家可以複習一下我們一個N4的一個文法 餵飼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叫做呢給飼料嘛 這個揚飼料呢你對於上對下的話呢 我們可以換成ヤル嘛 你再把它變成整個名詞的話 我們就叫做餵飼料的意思 所以呢這個叫做揚飼料變成ヤル變成ヤリ 這樣子過來的 所以呢它整個呢就變成一個名詞化的 エサヤリ呢就叫做給飼料的意思 那最後呢我們來複習一下 這一個N3的一個文法 エイノ它到底怎麼來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呢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整個 想說是一個鳥就好了嘛 它是トリ トリ就是一個鳥嘛 所以原本的句子呢 應該叫做餵飼料吃飼料嘛 所以是トリ什麼呢 トリに餵飼料をする 你可以講一下餵飼料をする 所以呢就是餵飼料吃飼料嘛 所以呢你要變成整個名詞的話嘛 你要把這整句話變成名詞 我們才可以用前面的名詞 去加上後面的名詞嘛 怎麼把它給名詞的話呢 當然就把後面的 おする先整個拿掉 おします先拿掉嘛 所以呢在這個に跟這個 エサヤリ呢 加個の給它 它在日文上面呢 沒有にの這個用法 所以呢我們把它改成什麼呢 えの 餵飼料吃飼料的意思 餵飼料吃飼料的意思 它整個呢就可以變成一個名詞化了 名詞化了 所以呢日文呢是沒有にの的用法 只有えの的一個用法哦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N3文法 大家可以複習一下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個讚 並且追蹤抓你健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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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